这些要消耳,这些不需要消耳,这些更加不可以消耳,那为什么?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我每天会准时12点和你见面 很多朋友都会查询什么是水晶消耳 为什么水晶要消耳,是不是所有水晶都需要消耳 我现在详细和大家解释 第一,什么是水晶消耳呢?因为水晶里面它是可以做到记忆的 它会主动或者被动地保存这些信息在里面 例如古文明、亚特伦提斯或者联穆利亚时代的所谓的记录 这些记忆全部都记录在里面 它主动地植入了水晶里面 有部分是希望记录这些信息给我们后人知道 另一种是被动式植入的,例如上一手的水晶使用者 他惯常一些举动、行为或者影像 如果现在新的持有者,他会下意识被这些影像所影响到 做回同一样的事情,不知不觉感 这样的话就会有潜在危险性 第二,为什么水晶要去消耳?原因很简单 如果水晶里面的记忆是负面的,即是不开心的 例如一个很悲伤的人,经常都说很怨 不怎么说,很多恨 如果遇到一些事情都会往坏上 只会想着不可能的,一定会失败的,一定不可以的 好了,分分钟他还会有自杀倾向的 这样的话真的很危险,原因水晶的记忆是会影响 现在新的持有者,无论面对处理事情 都会重复水晶记忆里面的影像 去做回一样的模式,去想一些不好 一定会失败,可能会有自杀倾向 将上一手的东西全部copy在自己身上 这种不知不觉间的慈意识灌输 就好像万性独弱一样,所以水晶持有者 是不会察觉到的,所以也要知道 买回来的水晶一定一定要做消耳 第三,是不是所有水晶真的要做消耳呢? 又不是,为什么呢? 例如地球里面的水晶,我们会建议消耳 白水晶,黄水晶,紫水晶,粉晶等等 但如果是外星云石结合的水晶 例如折黑云石,利比亚,黄金云石,天结这些 这些是不需要消耳的,另一种古文明流下来的水晶 怎样可以知道它是上一个文明流下来给我们呢? 刚才我讲过这支,例如信息水晶,资料库水晶 又或者这支烈木尼亚水晶,这些水晶是不需要消耳的 你只要在水喉里清理一下它,冲一冲它就可以抹干净 这些水晶可以用于我们冥想打坐 在这个情形之下,有机会你可以读取到里面的古人给我们的讯息 以上就是水晶消耳核心理念 至于用什么进行水晶消耳呢?我会继续在其他集数跟大家分享 记得关注我Peter说的频道 2021年全新重果体课程,开启了重果体 除了可以提升直觉力和感知力之外 还可以改变你的潜意识,从而改善你的运程 还有就是保持重果体活跃度,定时给能量和激活 之后进行冥想就会大有收获了 好,我在8月份会举行重果体全新的课程 到时我会教导大家,怎样去激活这个使用重果体 改变命运人生,重等,快些报名参加了